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老頭奧德們今天的老頭來玩這一款剛上市沒多久的一款遊戲啊叫做這個 決勝時刻黑色行動式吧好像是這樣子沒有錯 然後呢這款遊戲呢他裡面有一個叫做黑色戰獄的一個模式 這個模式就類似像是吃雞的一個遊戲模式喔所以說老頭之後可能會 召集親朋好友一起來玩這個吃雞模式來玩看看好了 Pubg老頭沒有玩沒關係老頭了來玩這款遊戲的吃雞好不好 然後這款遊戲呢其實 老頭並沒有怎樣的應該說並沒有玩得很非常的深入喔因為老頭其實就很喜歡東摸一些西摸一些 摸到真的有興趣才玩得非常的深入 那這個如今已經出到四代囉那現在的話呢 我們就來玩看看他們的這個殭屍模式好了 因為畢竟其他的都要需要一些人員組隊才有辦法玩吧 那我覺得先玩個殭屍模式稍微來熟悉一下這個遊戲的一些內容啊他這個 每個人物的職業跟技能都不一樣啊所以說這個可能要花好一陣子時間才能適應 那我們今天就先來試玩看看我們的殭屍模式看看好了 那我們這殭屍模式的他好像還有分三種喔 什麼實驗式軍械庫看不懂這麼教學 我們試試看教學好了 我們去教學然後單人 所以選擇配置 然後這邊好像還有分三個職業是不是 狂戰是什麼意思啊 包雷火箭完全看不懂這些翻譯超爛的 你能想像這個什麼微波發射器啊 狂戰士暴風與軍閥 我開始要對戰了是不是 我什麼都還來不及準備你知道直接開始 你能想像這個是 BRISA也算啦雖然這個遊戲出現在BRISA的那個 那個那個登錄器裡面喔但是這個任何的一個 遊戲製作方式好像BRISA沒有干涉喔所以說品質跟這個BRISA遊戲實在差太多啦 必須這麼說 所以說這個介面翻譯有差 這感覺的出來 這不是BRISA的風格 喔進來了 WOW WOW KILL 30滴 Nice Again 怎麼辦 這個字 一般 我要怎麼把字幕叫出來 我想要看他的字幕 好吧 沒辦法叫字幕出來喔 有點小尷尬 我們就這樣玩吧 RELOAD 好 好喔 蹲下 按下蹲下是什麼 咻的是衝刺 喔 這邊拿到了一把 1000塊 購買這個 按下空切換武器 空是什麼啦 什麼是空啦 空白鍵 我空白鍵是跳捏 空是什麼 急 喔 空 這什麼狗屎翻譯啊 不過 整體下來感覺是不錯吧 目前啦好不好 目前來講整體不錯啦 施展近戰攻擊 施展近戰攻擊 V近戰攻擊 NOW Open that door 好喔 按下 還要費用 開個門 他750塊 好 打這些殭屍好像會有分數的樣子 加70塊錢 重擊障礙物 按住 喔 他會重建喔 手塔遊戲 手塔殭屍遊戲 好玩好玩 感覺不錯 行行行行行 這什麼東西 喔 箱子 喔他做的好 做的好噁心喔 可以打開了嗎 神秘寶箱花950 抽一把神奇武器 太酷啦 欸 那可以無限抽耶 可以無限抽 必須拿到 少借文物 ZOMBIFIGHTER 什麼聲音 你絕對 哇 手來就來 我天啊 還有嗎 有 哪邊 怎麼一片黑 宙斯打弩 奧丁 這幹嘛 取得時間流逝 下面這四個是什麼 我的技能嗎 完全沒有字幕 我不知道在講什麼 真的啊 完全沒有字幕啊 按1 喔 手榴彈 這是我們的電腦 倒在地上了 撿了這個是一個核彈的一個概念 隊友倒在地上了 按住F 啊 靠北啊 按錯了 對不起 幫我補血 耶 啊 boy 穿回甲板 哇 惡魔 哇靠 啊 啊 我被炸死了 欸 救我啊 救我 啊 我要怎麼加救我 欸大哥 我要死了 快點 拉我一下 對沒有錯 就有點像L4D2有沒有 高級版L4D2 是不是 我一直按錯啊 我一直按錯啊 高級版L4D2 取得零件 你可以保持收集圖 你可以保持收集圖 在地上的桌上 Tap 按下Tap之後呢 Tap按住了 然後他跳出這個我完全看不懂這什麼 這是要我怎麼選 重點 我不知道怎麼 零件配備嗎 算了不管了 喔 零件的顯示啊 然後可以在那邊做一個防護盾 喔喔喔喔喔喔 欸 開始切換的護盾 哇 但是也太扯了吧 強化 開火 猛擊 猛擊按V 哇 太酷了吧 他把槍架在那裡面欸 怎麼可以這麼酷啊 然後盾擊 我是女的喔 現在發現 哇 哇 超屌的 啊那個零酒是什麼意思啊 不懂 啟動 啟動那個文物 入手了 哇 BOSS要來了 What the hell 爆了 啊這是什麼 呃 傳送了 裝備 裝備 瓦爾哈拉槌 哇 敲死你 敲死你 為什麼會有 為什麼會有這種槌子 為什麼 我還是有點玩得一頭霧水啊 這好像是技能的樣子欸 我一直按錯 暗舞齊用萬靈藥 好 立刻傳送到一個隨機的位置 啟動超萌改造基座 喔 裝上去 哇 我一臉懵逼啊 這到底在幹嘛啊 我看不懂欸 刷進去好了 費用五千 把我的武器丟進去 強化過的 強化過的 希望這個翻譯之後可以好一點 變這麼猛喔 變這麼猛喔 這沒殭屍喔 前往 鍋爐式 這次新手教學就這樣結束了 存活證明書 完成了 附上所有什麼之全力喔 反正就是一個 你完成了新手教學 我是覺得整體遊戲性不錯啦 但是我真的覺得翻譯需要改進 我真的 我真的很討厭看到基階班的東西 說真的 這種東西 布莉莎居然該把它放在他的頁面 拜託快點更新好不好 依照布莉莎這種慣性喔 馬上就把這些基階班的這個文字全部改掉了 我真的不喜歡這樣子 反正總而言之呢 這款遊戲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反正就是一個簡單的試玩 之後陸陸續續老頭應該會嘗試玩一些大逃殺 或是什麼的 反正就是 訓練一下這款 訓練一下自己對於這款遊戲的一個熟悉程度喔 那剛剛的所有東西呢 就是一個新手體驗 老頭什麼都不知道 跟智障一樣 希望呢 你們也會喜歡 如果你們也喜歡這個遊戲 可以自己去買好不好 要怎麼買呢 要怎麼找得到呢 自己去查 就這麼簡單好不好 那麼今天影片先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喜歡影片呢 左下講個訂閱 右下講個喜歡 會記得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好我們下一集 有機會 黑色行動是再見面的 掰掰